对于很多人来说,买房子大概是人生里最大的一笔投资了,而想要保护好这笔财富,房屋保险必不可少。 除了业主外,对于租客来说,房屋保险里也有租房保险可以保障你的家庭财产。 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最新最详细的美国房屋保险解析和购买攻略。 其中包含了房屋保险类型和政策,理赔范围,参考价格,如何降低保费以及一些注意事项,将分为上下两期,给大家全面普及美国房屋保险的知识。 正好需要或者即将需要的朋友们,千万不要错过这满满的干货哦。 房屋保险一般指买房者为自己房子购买的保险为最基本的保险。 主要保障屋主在房子遭遇意外或突发灾难时,可得到补偿理赔来降低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。 虽然美国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业主一定要购买房屋保险, 但如果你是通过贷款买房的话,银行通常会强制借款人购买房屋保险, 以保障房子不会因失火或者其他意外损毁而导致贬值,如果不买就不会通过贷款。 不过,通过全额现金买房的屋主通常也会购买房屋保险作为保障。 由于房屋保险并不保障租户的个人权益, 所以,租房的小伙伴最好还是要购买租户保险来降低个人家具财物因天气、火灾、暴雪、飓风、闪电等或非天气因素、盗窃、动乱、飞机等造成的损失。 根据保额所选条款的不同,租户保险的年费一般在100刀至500刀之间。 想要获得可靠的保障,就得先搞清楚房屋保险里面的各种条款,这样才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购保险。 美国房屋保险一般被分为三类,屋主保险、住户保险和地震保险。 屋主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只对屋主日常居住的房屋给予屋主保险,也就是说,一个人只可以买一个屋主保险,拥有几栋房屋的屋主对住所以外的房屋。 屋主保险又可分为四种,基本保险、综合保险、特别保险、全面保险等级依次变高,四类保险费用差价不大。 住户保险包括基本的住户保险、全面住户保险、特别保险、租户保险、综合保险、共有公寓住户保险、老旧房屋保险等种类繁多。 住户保险的范围包括除水灾、地震、战争、核能意外等自然灾害外的意外损失。 地震保险包括地震、战争、核能意外、洪水灾害等通常排除在大多数的保险条款之外,主要是在美国地震多发的西海岸如加州需要额外购买次险。 在美国,常用的房屋保险政策有以下几类。 第一种是HOE基本险。 基本险的保险范围包括因火灾、雷击、烟熏、风灾、冰雹、抢劫、偷窃、爆炸、玻璃破碎、飞机、汽车、暴乱、骚动及故意破坏对房屋造成的损害。 人体受伤、损坏他人财产、律师费、医药费、室内个人财产、房屋损坏后的额外住房生活开销。 第二种是HO2扩充险。 除了HOE、家宝因电机、冰雪重压、水管冻坏、天体落体、热水器或空调系统断裂烧坏、室内漏水造成的损坏。 第三种是HO3全保险。 这是大众最普遍购买的房屋保险类型。 除了HOE和HOE之外,全保险还加保除了战争、核灾、水灾、地震、地线以外的几乎所有内容,也保陪客人在室内外发生的意外、路人在室外发生的意外、宠物咬伤人后的赔偿医药费、律师费等。 第四种是HO4防客险。 保陪出租房内的防客个人财产。 第五种是HO5综合险。 比HO3的涵盖范畴更广,保费也更贵。 第六种是HO6公寓险。 保陪公寓屋主和室内个人财产。 客人路人在室内外的事故、火灾、盗窃、漏水的损失。 屋主需仔细阅读公寓业主章程来决定需购买的保险费额。 第七种是HO7活动防险,适用于活动房屋主的房屋保险。 第八种是HO8老房险。 因为老房子的市价要低于重建价格, 老房险允许屋主以低于重建价格的市场价来保险。 独立房和连排屋都很适合购买HO3, 公寓屋的话更适合购买HO6的公寓险。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国房屋保险常见理赔范围, 及额外理赔项目,和如何降低保费及一些注意事项。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,并且开启小铃铛,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啦。 爱生活,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